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黑白的做法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尝剧教 我们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 跟大家放了那段视频 那段视频我当时看之后 我个人觉得也蛮挺点赞的 那是自由亚洲电台做的 说实话做的蛮专业的 我觉得不用太多解释了 里面整个那段视频所展示的 就是习近平在20秒钟念白字 念错字 念白字 念两处 而那段话 其实那段话 正是习近平质地有身 就像刘晓明一样 质地有身 极其严肃认真的 在胡说撒谎 在欺骗着 以反格一击的方式 在绝不承担任何责任 你可以说那段话 是对习近平对川普的答复 川普曾经讲过 当他在他要成为第二任美国总统的时候 成为第二任美国总统的时候 他列了是七条 是九条 第三条当中有五条 对不对 五条前四 第三条当中有五条 第三条就是要跟中共国完全割裂 那五条当中有四条是脱钩 第五条就是要 要让中共国完全赔偿 全面负责 大疫情给全世界带来的伤害 习近平这 刚才我们放的那段话 他是对川普的答复 他绝不负责任 全是你们的错 不是我习近平的错 对吧 那从他的语速来讲 说实话 我感觉他有点老年痴来症 我个人感觉 他有点老年痴来症 我不认为他很健康 他的心里出现很大问题 语速太慢 而他怕念错稿 念错字 他需要一个字都要看一年 也就是说他的记忆 他没有记忆 我不认为他有记忆 他的一万那个整个98号这篇稿呢 大概有一万三千多字 他讲了八十多分钟 他讲了八十多分钟 从他的语速和表达 我觉得那是很有趣的 所以那段话的感觉 那段话的有趣就在于 他完全在拒绝承担任何责任 反过来去说不点名去说是川普在诬告他 可是呢 他却四十秒钟读错了两个字 就那么段话 读错两个字 那自由亚洲电台做的很专业 他当时正好配上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央电台就正好是这么切换 就切在了李克强身上 李克强实在不耐烦 就翻他念的稿 对不对 那李克强肯定在这方面要比他强了 翻那个稿 那关键就是 自由亚洲电台又加了声效 翻的纸的声音是后加的声效 不可能录进去的 那这样的配合就相当 我以为就相当的完美 所以可以讲习近平出了大仇 但他没有任何意识 我以为他没有任何意识 所以我以为他的身体应该是有状况 他的心理 他的整个自身的状况是有状况 这段话是另外一段话 因为这是中央电台的 我们没办法用 我们被人干过 被人给告过一次 是版权的问题 这里面就是全国人民热爱热干面 都吃热干面 热爱热干面 他讲的没有任何情调 他讲的很严肃 就这个表情 没有热干面 热爱热干面 下面人就有点懵了 不知道他说什么 热干面 其实他是想说一句很有趣的词 热干面来自于湖北 武汉 所以全国人民去支持 全国人民支持热干面 其实是指支持武汉 结果这写稿人给写成支持热干面 大家就给说傻了 说傻就反应不过来 他又等着去鼓掌 所以后来明白了 哦支持武汉 所以这篇文章是嘲笑 嘲讽他了 这篇文章是嘲讽他 就在这儿了 全国人民 为热干面 加油 这是原话 官员们都爆傻了眼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傻眼 我就说 他实际有问题 他身体有问题 第一个 第二个呢 撰稿的人呢 可能是被他交代 希望能够氛围很融洽 但实在融合不了 实在融 我看实在融洽不了 就是说 人们根本就没能力去 都知道一切都是假的 连他自己都知道是假的 但他要迎着困难上 这就我一定要干成 不择手段吗 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吗 无恶不作吗 所以就变成了一种 邪恶的表达 那这种邪恶的表达 就像刘晓 叫什么 刘晓明一样 我以为是遭到了 有神出手 在报应他 神出手在报应他 报应他 让他出丑 所以跟刘晓明 有的一拼 在我眼睛里是这样 而同时间 他又出了 另外一个笑话 那个笑话 可就有点大夫了 那个笑话 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这是出自于去年 反送中时的一句话 反送中运动中的一句话 那有一家五金店 那五金店呢 叫国难五金 他的老板 叫李正熙 早在 他其实这话早在 2015年就有了 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2015年 他在进行区议会选举时 他讲出来的话 结果等到去年 反送中的时候 那国难五金曾经被抓 他老板被抓过 这个警察找他们的麻烦 他们是完全是反送中 完全是为了帮助那些学生的 所以找了他们麻烦 在找麻烦的过程中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这个李正熙这个人 他还是用这句话 很敢言这句话 就是挺身而出的凡人 那这个话完全就是 人家的自己这句话 结果习近平在演讲 在昨天的演讲中 98号演讲中 却用了这句话 他去赞扬了 他就是赞扬那些 抗击疫情的人呗 可是他这么去引用的话 不就正好 到底是撰稿人 在玩弄他 还是 撰稿人故意的玩弄他 还是他自己留意到这句话 要撰稿人一定这么写 还是他习近平根本就无知 而撰稿人也无知 就要找出最质地有生的 在网络上最有名的话 网络上有名的话 网络上在社会中影响巨大的话 从而添加进去 来显示出他习近平的能力 显示他习近平接地气 显示他习近平 因为网络上最流行的话 也就变成了是 今天最时髦 最具有号召力的一句话 李正熙也讲 这句话很具有号召力 人们听过之后觉得很感触 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其中了 对不对 他每一个人都在其中 没有从天上这样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那所有的香港人 都是挺身而出的凡人 结果习近平用这句话 就等于接受了香港反送中 今天抗争的一切 那些对他抗争的人 李正熙呢 是从这个角度 接受苹果日报采访的 那我就不想从这个角度上说 我就说今天习近平应该是失智有状况了 因为他不是在一个地方用错了字 用错了话 他是在一篇讲稿中 无论从用词说错了词 还是在故意用正面的词汇去撒谎 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话 他没有问出处 却盗用了一个完全反对他的 今天的香港人 用了这句话去抗争中共的话 挺身而出的凡人 是抗争中共的邪恶统治 却用在了他的话里面 就是从几个角度 都反映出习近平本身的 无知和被神开始顽弄他 利用他的生命特点顽弄他 我以为这个成分高 发生在9月9号 9月9号毛泽东死去的日子 毛泽东进入北京城的日子 日本人向中央政府正式投降的日子 毛泽东的在这个遵义会议上的日子 获得权力的日子 都是在9月9号这一天 死亡也是这一天 在4月14号 44年结束的时候 但习近平讲这话是9月8号 这话再说开 习近平讲这话是9月8号 去应对着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段故事 所以我以为有着一种应景 因为9月9号出的刘晓明的事情 9月8号出现了习近平出丑的故事 这是对应在一起的 我们看到的 因为习近平用这句话 就在推特上反应比较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一段报道 美国之音呢就直接讲说 他抄袭香港流亡抗争者的话 他这么说的 那他下面的评价呢 我个人觉得是蛮有趣的 叫做华尔街狠人在嘲讽他 去年9月30号 第一次在香港抗争中出现这句话 那当时是卖房东面具的国难五金 他的老板李正希 那被香港打压抓捕 然后就写出了这句话 被香港警察 那后来就出现了 现在就出现了这个李文亮 对吧 仅深而出的凡人 在李文亮的角度上出现了 那他就讲说习近平用了这句话 是让所有世人记住 中共暴政的荒谬 相生相克的李 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这是我个人觉得 这是蛮有趣 蛮具有含义在其中 我才讲说 神开始报应习近平 习近平身体应该出状况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